女人避经前有哪些症状? 贾小文,西电集团医院,妇产科,主任医师 避经前呢,那我们看它是为什么避经 如果是暖潮功能不好了 导致这种避经,就是咱老百姓说的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 这种快要绝经前出现的症状 那经常就是因为激素水平不好 而波动特别大,它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第一个症状就是异常的这种子宫出血 月经变得不规律了,没有原来规律了 或者量也变得不正常了,跟原来不一样了 第二个症状呢,就是潮热 就是突然出现了脸发红 前后胸出这种汗,那很快就过去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心境的变化 心烦意乱,或者是焦虑,或者是多疑 经常怀疑自己有什么病了,到处去看病 这就是比较常见的,我们叫避经前的这种症状 专家提示 一,因激素水平异常 第一个症状是异常子宫出血 月经不规律 二,第二个症状是突发潮热 面部泛红 三,第三个症状是情绪失控 心烦意乱,焦虑多疑 二,第三个症状是鱼的 二,第三个症状是有的